案例一,确诊病例陈某林、刘某敏,居住在昌平区、洪福院小区。 2021年10月16日,二人自内蒙古自治区俄基纳齐旅游返京后,出现咽痛、发热等症状, 仍外出就餐,邀请多人到居所打麻将。 10月19日,其旅行途径地升级为中风险地区后,二人仍未向所在社区主动报告, 为前往正规医院进行核酸检测和接受正规医学治疗, 仅前往小区附近药店自行购买体温剂、药物。 目前,一同打麻将人员中已有五人确诊。 县公安机关已对陈某林、刘某敏刑事立案侦查, 德胜康大药房十一分店负责人杨某、洪福院小区、 高原百康大药房负责人王某贤在向确诊病例陈某林、刘某敏多次出售、退热、止咳、感冒、 咽痛、咽干药品过程中,为依据规定,要求购买人进行健康宝扫码登记。 目前,公安机关已分别对杨某、王某贤刑事立案侦查。 案例三,2021年10月22日,昌平区洪福院小区采取疫情封控管理措施期间, 居住在此地的李某全、张某荣二人违反管控规定, 擅自翻越小区护栏,离开封控小区前往外地。 目前,公安机关已对李某全、张某荣行事立案侦查。